如果说中国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哪个力量能够推动更大的发展的话 我觉得现在科技的发展是推动教育发展的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现在优质教育资源或农村地区的倾斜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成本 唯一的成本就是网络的流量费和老师的工资 但是已经非常便宜了 原来是做不到的 而且原来是没法互动的 都是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 现在可以几乎没有延时的可以经过互动的方式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某种意义上在后面的几年 尤其中国5G应该会率先实施 后面几年会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 我觉得这是把中国的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能够结合 并且弥补两边的教育不均衡的最好的手段